派 我覺得有自信很好 但是細節你真的沒有照顧好 是 比如說我留這杯就是因為我看到這個薄荷葉 我就覺得哇 我們的薄荷葉從來不會是這樣子被搬 是中間的 這很重要 我跟你講以前這樣我就扁了 摔杯 這麼嚴重嗎 派 我跟你講一句話 覺得你太有自信 可能想要用你的自信來掩蓋你不會的東西 Yes 但是就像你剛剛回店長一句話是說 哪有那麼嚴重 其實嚴重在不在於 人家對你的感官 不是你自己心裡面覺得的 所以我們每一次客人走出去 他寫給我們的評價 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意 我們很在意 可是就是我還是想要講一個狀態 就是說 從一開始我所有事情都越越欲試 到後來店長有跟我說 就是說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先跟他報備 那我這邊理解就是說好 那所以我接下來所有事情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你看喔 沒有 我先講一件事情 你看啊 現在如果外場的餐桌我來吃飯 他是這樣 怎麼可能 你會怎麼樣 其實沒有 所以這件事情就代表 你其實有做了這件事情 他現在要跟你講是 你沒有細部的檢查 你確實有走到這個桌子擺好餐具了 但是為什麼桌子會咬 做事情要做乾淨 就是說整個營業開始之後 我是感覺到你對我的信任 至少給我一些方向 或說你幫我檢查這塊 我是覺得很有成就感 努力做 但是當然真的就是因為 完全沒有任何服務生 甚至服務生的經驗 像是比如說 我在擺完餐具 我沒有注意到桌子可能在晃 所以要成長 對我明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可以真的給我更多 直接的指令 我的感覺啦 當下其實心裡有點不舒服 的感覺只是因為 其實沒有人正確的教過我 因為我從 有開始工作以來 就比較少去配合別人 我就會覺得 我只要把自己做到300% 任何人我都不用管 可是你剛在合作 甚至是經營一家店的時候 就會發現 你的%就算用到3000 如果方向是歪的 那也幫不上別人的忙 今天在整個營業結束之後 大家坐下來 討論今天的反思這樣 然後我就有注意到說 其實我真的是 可以再更細心 就更體現出我的 比較魯莽 我的比較衝 儘管好像在爭論 當然其實就是 大家為了同一個目標 在很用力的溝通 我覺得這是很nice的事情 可以成為這一份子 真的是很有福氣